郭文貴議員 我已經連續兩天 對亨特先生涉港的錯誤言論 做出了回應 表達了中方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但他似乎還沉浸在 昔日英國殖民者的幻想當中 還殖民於居高臨下 對他國事務指手跨腳的惡系當中 依然不思悔改 繼續信口雌荒 所謂香港居民的自由是英方爭取來的 這種說法簡直是厚言無恥 我想問問亨特先生 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 香港有何民主可言 港人連上街遊行的權利都沒有 恰恰是在香港回歸之後 中國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切實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 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自由 7月1日 在香港特區發生的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 是踐踏法治 危害社會秩序的嚴重違法行為 亨特先生罔顧事實 居然稱特區政府是在鎮壓 這完全是在顛倒黑白 我要問問亨特先生 如果英國議會被圍攻 被闖入 被破壞 英方會聽之認知 坐視不管嗎 我們希望加拿大方面不要太天真了 第一 不要天真地以為 究極個別的所謂盟友 對中方施壓能起作用 中國是法治國家 中國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辦案 中國的司法主權不容干涉 第二 加拿大方面不要天真地以為 他的那些所謂盟友 能夠真正為他出力使勁 他們最多動動嘴皮子 因為這畢竟是中加之間的事情 中方已經多次闡述在新疆問題上的立場 再次我要強調兩點 第一 新疆事物純屬中國內政 與安理會的議程毫無關係 也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第二 安理會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 莊嚴機構 不是也不應該成為 各別國家的政治秀場